节安乡公所汇集各界的爱心捐款 暑假期间特别发放了2000元的超商购物卡 给乡境内600多位的落实家庭孩童 希望让他们在暑假期间 学校没有供应营养午餐的时候 也有餐饮上的补贴 而乡长游淑珍感谢来自各界的捐助 乡公所会运用这些上款 落实在每一位需要被帮助的民众身上 节安乡公所汇集各界爱心捐款 在暑假期间特别发放2000块钱的超商购物卡 给乡境内600多位弱势家庭孩童 希望他们在暑假期间 学校没有供应营养午餐的时候 也可以有餐以上的补贴 再次感谢大家的爱汇聚集安 让我们的孩子成长活力又健康 首先感谢东海岸文教基金会 庞昂造董事长 县爱来义卖汇聚了143万的一个上款以外 更有许说善心人士3万5万的监住 让我们这一次在暑假里面 溢住了弱势家户关怀的孩子 总共汇聚了657位的孩子可以受惠 他们拿到了兑换的这样的一个 现金奖励的一个卡可以到我们的7和全家 来兑换饮食或是美食或者是文具 以及他们想要兑换的商品券 让他们可以在炎炎夏日 在爸爸妈妈很忙碌 以及我们阿公阿妈在工作之余 也能够让自己可以冲击 甚至于照顾好自己能够成为社会的一个未来的能量 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所有汇聚集安 关怀集安 让孩子成长的所有的善心人士 求你们真好 每个人2000块钱的超商购物金 除了烟酒之外 孩子们能够选购生活上所需的物品 加上了游淑珍感谢来自各界的捐助 他强调乡公所会妥善运用这些善款 落实在每一位需要被帮助的民众身上 这里会讲相报道